9月8日,日本新闻网发布报道称,日本海上自卫队出云直升机航母加赫号在中国南海海域航行时,遭受到中国海军的多艘舰艇抵禁监视。 日方称,中国军舰递进侦察的行为十分鲁莽,且不安全,对日方的自由航行,造成了很大的影响,中方的行为是不专业的。 据日本新闻网介绍,此次日舰被中国海军一路团团包围,其中包括中国的隐身护卫舰054A,对于日发威和派遣其转航母加赫号前往南海海域,日本新闻网没有细说。 但我们知道,日本这个二战的战败国,目前正在吉利地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,对于日本舰队进入南海。 我方第一时间,掌握了相关消息,派遣正在南海海域执行任务的054A护卫舰,前往调查与驱离。 就在前不久,英国就曾经派遣军舰,接近我方南海到交,被我军舰驱离。 日本随后派遣军舰前往,从中可以看出几件随美英步伐的决心。 日本新闻网的相关报道,引起了国内网友的讨论,大多数网友的反应不一般,不一般主要是在角度上。 大家忙着讨论,如果这一次054A区离家贺号的过程中,擦枪走火的话,谁能打得过谁? 对于这个问题,大家都谈了自己的公点,重点落在了武器的比拼上。 那么,让我们看一下两者的近距离对决究竟谁会赢。 有的人会说,肯定054A啊,反舰导弹一发射,基本上就快可以让加贺号丧尸展、动力,这样的观点未免草率。 在9月8日发生的状况下,是不太可能使用反舰导弹的,原因就是两者距离太近。 所以,对决的武器还是放在两者的剑绑武器上。 我们先看两者的武器配置,加贺号属于初约级直升机母舰第二艘,其近丈248米,标准排水量达19500多,武器配备有两部雷神公司Murin-116海拉母舰呈防空导弹系统和两座密集震惊防武器系统。 作为直升机航母,目前只配备有SH-60K反舰直升机和MCH-101远输直升机,这就是加贺号的基本武器状况。 我们的054A可以在进处使用的就是一座PJ-26型单罐16毫米以身舰炮,两座730型舰呈防御武器系统,一架抢28反舰直升机或直9C反舰直升机。 这就是两者的基本武器情况,那么两者擦枪走火的话,谁会躺下呢?答案自然是加贺号,加贺号能够用于攻击的只有那两座密集阵。 而054A同样有,如果054A稍微离开加贺号远一点,密集阵也就没什么实际效果,但054A的速射炮就可以给加贺号撕开一道大口子。 那么,加贺号的直升机可以攻击054A吗?答案是不可能,因为没有机载反舰导弹。 然而,直9此前就能够挂在反舰导弹,因此,直9的威胁远远大于日本加贺号的直升机。 所以,在这场假想的对决下,054A无疑是胜利者,利润张扬尊重内容。 从尊重作者开始,专载、合作请私信联系我们。